第九次會議記錄宣讀 選案案1 市林區原八芝蘭公學校講堂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同意決議如下 同意指定原八芝蘭公學校講堂為本市市定普及 相關公告資料及指定旅遊 請委員參看書面資料 保存範圍為建築本體及八芝蘭公學校 案2 市林區原市林公會堂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 同意登陸原市林公會堂為本市歷史審查案 公告資料及登陸旅遊請委員參看書面資料 保存範圍圈洞建築 案3 大藤區延平北路二段一三四號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 同意登陸延平北路二段一三四號為本市歷史建築 名稱也平均入2214號店屋 保存範圍為全棟保存 其他事項修復時 應回復原有四柱三窗立面形式 案4 北投區日軍鎮陽特工隊遺址 同化資金價值審查案 結論 同意登陸日軍鎮陽特工隊遺址 為本市歷史建築 名稱 日軍鎮陽特工隊和納豪 保存範圍為三桌格納豪洞 3 報告案 案1 聚落北投中心新春保存及再發展計畫 修復及再利用工程初步規劃報告案 結論 本案恰息 有關再利用部分 請文化資源和將委員意見納入後續規劃參考 4 臨時報告案 案1 106年度私用文化資產補助案 經常門暨指指板門補助經費辦理慶行 結論 同意被證明 以上 好 謝謝 我們作務委員被殺出規劇 沒有一切針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先安排 接下來我們來做這個審議案 來 人數呢 我們人數已經達到算數的消息了 好 審議案1 案由中正區台大醫院 就管西紙 鍋爐房歷史建築公告事項 審議案1 中正區台大醫院就管西紙 鍋爐房的公告事項審查案 本案在前一次的委員會已經同意登陸為歷史建築 這次的審檔案為其他公告事項的審查 以下向委員說明前案的相關辦理情形的概述 本案是台灣大學醫學院的附設醫院 在院區範圍北側的基地規劃興建健康大樓 該興建工程的基地位於 市定古蹟台大醫院中院管的統一接口 非屬市定古蹟範圍內 台大醫院未辦理興建工程 所以進行建物的拆除作業 本案在105年的7月26日 105年的9月9日 105年11月2日及105年11月28日 分別辦理了四次專案小組的會刊及諮詢會議 有關前面四次的專案小組會刊委員意見 和前委員參看前案的相關書面資料 本案你請審查 中建區台大醫院救援館西院址 歷史建築的公告事項 一 名稱台大醫院救援館西址國鲁市 總類其他位置或地址 台北市中建區公園段三小店33D號 歷史建築及其所定住土地D號面積 建物座落於中建區公園段三小段33D號部分 建物無疆號登記 實際保存面積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登陸理由及法令依據 一 本鍋爐市為日治時期台北病院建築群之一 其功能在於提供醫院蒸氣 以作為滅菌供應熱水及烹煮熱源之用 據見證台灣近代醫療發展之歷史價值 二 鍋爐市立面深具建築美學 其紅磚承重牆天窗自然通風之冷房技術 以及重視收編的磁磚裝修技術等 在建築構造技術史上升居價值 三 符合歷史建築登陸廢紙審查及輔助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 第一 三款評定基準 保存範圍及保存方案 鍋爐市前後洞含洗衣房及煙囪全部保留 鍋爐市洗衣房重租保存於原址東南側 煙囪重組於東南側 其他事項 煙囪和鍋爐市之間的地下煙道可能上存 且考量本基地地下可能上存清代建築遺構 故未來涉及地下開挖工程 開發單位應先進行視覺以確認是否留存相關遺構 並以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程序辦理 以上請委員提前討論並以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接下來各位委員 我們是不是希望在歷史建築的認定上 可不可以把它更確定 就是寫成 韓就是洗衣房的過路式及煙囪 這有意思 應該有 韓洗衣房把它刮好 韓洗衣房的過路式的煙囪 好 我們起碼列入內容 開發生意的時候 我們再看這個會員的意見 那有其他部分嗎 沒有其他部分 好 如果這樣提醒我們還是比較不得生意的情緒 我們還是比較多點最深 那個登陸歷史建築 有些相關的內容 有沒有什麼意見 如果都沒有意見 好 請去尋高爾蘭 好 謝謝 去登陸裡有第二點 郭爐市立內申請建築美學期紅磚神仲強 然後天窗自然通風之冷房技術 好 我看所有的委員都沒有提到這一點 那 我沒去啦 這個 但我看所有的委員的意見都沒有提到這一點 那這個就會變成這個 這麼重要的登陸理由 好 就是說 如果我看的話 大概 比較像是高氣窗 以金屬連動控制的方式 某某小道 我看這裡面 大概是這個比較巨大 就是氣窗比較高嘛 好 我不曉得這個是不是指的就是天窗自然通風 好 它的技術最主要是高氣窗 我想這個很多的 華山那邊也 華山那個地方也有 就是高氣窗公塔那邊也有很多會有這種 所以高氣 天窗自然通風是冷房技術 這我當然知道是自然通風 但有沒有完全達到那麼多的冷房 這個 讀起來有點不太科學 好 好 就我大家知道 最主要跟我有報告一下 跟主席報告 最主要這個登陸理由第二點 主要是參考那個 他們台大委託許醫健建築師 所做的一個保存報告的一個研究 好 那當然這部分如果委員有一些 覺得不是那麼妥事的話 我們可以再做討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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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委員報告 這個的確像那個李教授所說的 它就是一種日據時代的這種自然通風技術 在非常多的那個倉庫 像這個松山煙廠 這些倉庫還有台北機場 的確有高天窗 高天窗然後用手動的方式做那個 控制高天窗的開啟 那低的位置會自然進氣 高天窗會出去 那麼這個東西要不要講成是能防技術 我想 因為我也是參照那個 最近很流行的那個綠建築 自然承擔像成大的魔法學校 它主要的就是利用一個煙囪效果 成大魔法學校的煙囪效果就是 它有一個非常高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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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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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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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利用高的位置有熱 然後吸引進去 它形成一個自然轉換 我當然如果委員有這個部分的疑慮 那我建議這個冷房技術 也許一般人會認為它是空調 但是這個冷房技術這個字眼 我是採用了綠建築這個系統的理論的字眼 那只是認定上可能會被誤會說 冷房技術是一個空調 所以我想這個是學術上定義的問題 那如果委員覺得不恰當的話 那當然也可以調整成說 自然通風的那個高天窗的這個技術 這個我們也沒什麼意見 好吧 這是一個定義認定的問題 謝謝 還是我們可以把這個冷房技術的技術 改成冷房效果 就避免這個剛剛所認定的這個 這個綠建築這個挪用 也許我們可以這樣來解釋 它極確是有一個某種冷卻的效果 我們現在很多 這個綠建築突然在放回 固設空間的這些揮煌 甚至這些相關的這些 這些固設 它都是仿 它有現代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功效 我覺得應該大家如果說接受的話 它不要只在這個報告裡面 它有一些正確的去 因為它依據那個報告 那那個畢竟它是一個嚴重報告 那就是說它也未必一定是說 門房技術就設定現在的功能 就是說以綠建築的規劃 建築是應該可以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 這個東西是我們現在希望 就是說不用現代電力設備 而能夠達到自然統統 它達到很少人的事業效果 它本身就是這個技術 本身就是這個技術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是還好 就請提供大家參考 因為我也是在這些方面有信心 就是說這些方面應該 請大家有個意見 我想比如說這個影劇把它弄清楚 如果說沒有完全違規的話 對比發生整個一個現象 應該還沒有 我想說就把天窗改成高窗 我們一般講天窗是整個屋頂 它這個不散屋頂 就把它改成高窗 天窗改成高窗 如果是在這個很確的場地改變 你看阿美 您先 謝謝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還是謝謝 李老師 其他衛生局 給我們看的分析教 剛才就是說 在這個配置圓頂區 沒有其他零件的話 我自然可以幫忙提供 好 謝謝 便利用 That 產能指定 讓台大聖的 blast that 蘇陰How 找到 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到 下一個看 惩應案2 案有 試定古蹟 原台灣軍司令官官頂 古蹟民村變更案 有關試令古蹟 原臺灣軍司令官官邸,基本資料如下 本府於93年公告指定原臺灣軍司令官官邸為本市的市定古蹟 土地跟建物的管理人為國防部軍備局 古蹟定著的土地是中正區南海段三小段716-1地號土地 指定的理由為本建築速度為重要軍事官邸 1929年後至1945年為臺灣軍司令官官邸 為殖民地史見證,戰後成為孫立倫將軍官邸 後作為入軍聯姻廳為重要歷史事件見證 第二點是孫立倫將軍自1947年來臺訓練新兵 重整戰力奠定反共康額的基礎,貢獻卓著 本建築的樣式為當時流行的洋館及盒館併製的方式 目前的構造及外觀保存日製造和時期改建的主要狀況 本案是援取管理機關國防部陸軍司令部依據文資法的相關規定 委託建築師辦理本古基的修復再利用計劃 提送本委員會第33次會議審議 本案原則同意審查通過有關孫立倫將軍曾居住於本古基的歷史 應該被凸顯出來孫立倫將軍對於奠定台灣軍力反共抗額的基礎 貢獻著著歷史上具舉足輕重的意義 原則同意施定古基原台灣軍施令官官邸名稱變更為孫立倫將軍故居 跨湖原台灣軍施令官官邸請文化局更訊辦理名稱的變更 本局依據前開的會議指示簽成市府 為當時的前副市長在100年才是此案在意 故暫緩變更古基的名稱 後來因為整個古基修復在利用工程的竣工茶葉簽到市府 那市長才是說105年市長才是依秘書長的意見辦理 那秘書長的意見是請依上持三十三次的會議決議 辦理變更孫立倫將軍故居的古基名稱 那這個案子在提送去年的82次的會議審議 那結論是本案暫緩審議 後續請文化局就古基名稱的變更至不同觀點 及因應文資法修訂的新增類別進行匯整分析 那等到文資法修法公佈之後再送審議 那以下就原台灣軍施令官官邸 古基名稱是否變更或變更為何 那初步視你分析如下 那依據國防部委託建築師的調查研究顯示 本建築的本體有六個的發展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水稻課長的管理時期 是從1909年為期兩年 那本建築物是本建築物的初見的樣貌 那提供改善台灣衛生環境工程事業的土木課長 兼臨時水稻課長的居住 那是當時期的設計者為松山生之柱 此時期的主體建築的設計為煉瓦罩、陽管 跟木罩的合管 可是因為當時期的建築樣貌 已經經過多次的改建 那原貌比較難呈現 那第二個時期是古庭莊的高等官官設時期 那是從1911年為期四年 那是由學諸財團出資 以文教用途使用的理由進行變更改築 那這個時期沒有任何的居住行為 只是用途改變而增見 那現在的建築本體 大約是當時建築本體的三分之二的面積 那負責工程設計的是總統府的祭司 近藤史郎 那這個時期雖然有見證清代延續到日子的一個 學諸財團的模式 那並沒有特定人物居住的行為 那第三個時期是古庭接舊總督府官邸的時期 是從1915年為期七年 那這個時期是補償學諸財團 曾改建的費用將官邸收回 那由第六任到第八任的總督 那此時期是任內創立台灣電力諸事會社 即唯一與任內市市長戰於台灣的第七任總督 即首任的台灣軍司令官官邸 軍司令官名時元二郎的總督官邸 那建築量體跟前面階段的時期相同 那現在就是台灣軍司令官官邸的時期 1922年為期23年 那1919年成立了台灣軍司令部 由第七任總督名時元二郎 兼任第一任的台灣軍司令官 那從1919年到1944年間 台灣軍司令官總共有19任 那本官邸是從第三任開始居住到第19任 那只有第七任的軍司令官是因為房子要進行改建 所以暫時移到他處 那公事的設計跟監督者為入軍的技師前景新一 那這個時期為總督府官設建築標準中的高等官 第一官設那就是官設的最高級 成為當時台灣地區最高軍事首長的官邸 所以規模宏大那建築規模 除了正建峽合館之外 現今的那個建築量體跟之前是相同的 就使用時期而言 除了1956年使用至今的陸軍聯誼廳時期以外 那就屬台灣軍司令官官邸的時期 共歷經19年為最長 那以下就孫立的將軍的時期 是從1949年開始居住到1955年 總共居住了6年 那最後一任的台灣軍司令官撤離後 由政府接收 並於1947年來攻台擔任陸軍副總司令 兼陸軍訓練司令的順利人家軍 作為台北的官邸 稱為陸軍總司令官邸 那1949年順利人就職台灣防衛司令 那1950年擔任陸軍總司令 並兼台灣防衛總司令 順利人以主訓新軍重整戰力 奠定仿共抗俄的基礎 並於國內國共內戰期間 曾經多次擊敗中共軍隊 那1955年遭政府指控其 就是將軍縱容補屬 武裝叛亂 倭場共匪等罪名 涉嫌兵編案 那公開隔除其 中東府參軍長的職務 長期軟禁在台中市向上路的御所 直到李前總統鄧輝後的時期 才獲釋恢復自由 那這個時期的建築 也是延續前面台灣軍司令官官邸 時期的一個料題 那最後一個時期就是延續至今的陸軍聯誼廳的時期 1956年到1996年作為司令官官邸 宴客服務長官開會休息的用途 此時期居住過的降臨由蔣仲林鄭國等 1998年納入基金管理 並對外開放作為外賓宴客 然後入軍活動 針見了想和聽就是現在的那個玻璃屋 為現在使用時期最長的一個階段 那就本建築無論是在六個時期的哪個階段 其實皆具備了歷史文化價值 所以每個時期都有它特殊的意義 再者就本建築歷史事件 人物及建築史上的意義等價值而言 台灣軍司令官官邸只有台北一處 別無他處 且第三任到第十九任的軍司令官接觸於此 除具備歷史文化重要事件人物的關係外 亦有稀少性不易再現及建築史上的意義 且本時期的改築也為目前現存建築的規模 而順利倫將軍於1956年被迫遷居到台中市的向上入 日據時期的木造建築 1988年政府解除監視 1990年病逝於該處 該建築物於2002年由台中市政府登入為歷史建築 孫立倫將軍的故居 2010年對外開放的參觀 台北的孫立倫將軍在系數官方派任的官邸宿舍 與台中向上入軟禁的故居意義不同 所以成上綜合分析之後 我們建議市令古蹟原台灣軍市令官官邸 新增別名名稱變更為原台灣軍市令官官邸 跨補順利倫將軍官邸 依據前開文資會82次的會議結論 就討論類別的變更的部分 文資法在105年7月修正公布實施 其中有關有行文化資產類別於第三條修訂有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 史蹟、文化景觀、古物、自然地景跟自然紀念物等九大類 依據各類別解釋意義於本案建築評定價值較相關者 屬於古蹟、歷建跟紀念建築等三類 為古蹟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的有價值強度以及權利、義務等不同之區別 故建議能維持古蹟的類別 令截至106年2月本市共有157處的古蹟、一處的椅子 234處的歷史建築、10處文化景觀及兩處的居落 有關詮釋文化資產類別的匯整及分析一節 建議是文化部修正辦部新版文資法各類別審查及輔助辦法後 在意個案狀況調整其類別 以下是調查研究報告的摘入的圖片 請委員參看 這個是修復完之後的現場照片 這個就是後期增見的祥和庭 那你辦的部分 為同時招顯原臺灣軍司令官官邸及順利人將軍官邸的價值跟意義 建議施定古蹟原臺灣軍司令官官邸新增別名 名稱變更為原臺灣軍司令官官邸 跨虎順利人將軍官邸 那公告的事項是 原93年1月15日 公告市定古蹟原臺灣軍司令官官邸 新增別名 名稱變更為原臺灣軍司令官官邸 跨虎順利人將軍官邸 修正的理由 順利人將軍對於奠定臺灣軍力反共抗俄的基礎 貢獻卓主 歷史上舉足輕重的意義 故新增本古基名稱以彰顯成居住於此的歷史 那本案提請本委員會討論 並以討論後變更公告事項以上 好 謝謝 我想我們國防部陸軍司令部 可能有派人到現場 我們還是直接進入審議的審議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找案通過 好 先回來了 是不是這樣 那個 原本就是加祖 那意思是加祖 特別是祖室 祖室它是10年鄉親的 官邸 好像是祖室 用詞方面是不是可以再斟酌一下 所以第二 就是它那個 古籍登陸的理由 就是中間 就是強化有一段就是說 防衛臺灣 因為非常整備精力 防衛臺灣的貢獻 因為在所有過去的獎勵當中 它是那時候受過最好的一個教育 是美國非常重視的一個獎勵 所以我想前面那個地球 就過去那個登陸的那個運動 因為總共有軍司令部 尊司令官邸一共有十九任 一共有二十三年 那其中呢 孫力人將近就幾乎六年 雖然他後來長期是在開宋 變軟劍 不過我們就說 就時間 就功能來說 畢竟有它突出的一個意義 所以我們在特別教註 這個是孫力人的關注 就是把這個特殊的一個內涵意義 把它張開 是這樣的一個 所以我想 請我發揮副作領導一下 這個文次所可以稍微的修訂一下 使他的這個更符合跟他們的帳範 他們的競爭 就是發照剛才的委員提示 就是說 如果說在整備軍力後面 加防衛台灣 那另外 這是修正的句話 那另外就是說 照這個委員的提示 我們再這個加個備注 就是他的這些詳細的來龍去過 為什麼增加個水力呢 包括他 前面19年 還在加上水力 本身的思學經歷 對台灣的貢獻 都放在那個備注 加分分好一點 一二十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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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共有十九任的這個軍事令 十九任才總共二十三年 可以這樣子出貢獻 很好 不要去 好 再請 不好意思 那個 其實我是對 就是施定古蹟 原台灣軍事令官官邸 後面花湖 加就是 曾經哪位委員 住過的這件事情 提出來討論 那 首先就是 因為畢竟有非常多人住過這邊 所以如果單要把水力人將軍 另外再別出來的時候 其實應該充分的去討論 曾經住在這一邊過的 所有的這些人的生平 那現在的寫法有一點吧 孫仁將軍的部分就是比較突出 那這個部分呢 我先做一個小小的補充 我不是說就是一定要來推翻 孫仁將軍這個部分 我是提出一個給大家做參考 比方說這邊有提到第七任總督 明石元二郎 那明石元二郎其實在他任內推動 加南大軍跟台電 就是台灣電力主持會社 日月潭的那個發電 那對台灣的經濟 雖然是日月時期 可是對台灣的經濟的發展 其實影響也滿大的 那但這個跟戰後的 就是那個那樣子的氛圍之下的 反共康二 兩鄉比較誰比較偉大 這個事情可能有一點 可能需要歷史學者 才有辦法來做這樣子的一個評價 那所以在這麼多偉人 不是偉人 就是說其實對台灣曾經有不同貢獻的人 都待過的地方 我們是把其中最偉大的人挑出來 還是我們去虛化後面的部分 就是暫時先不把誰給先放進去 免得日後不管是哪個史官的人 他們來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覺得有點偏頗 那以上提出來給大家參考 謝謝 好 其他委員 雖然沒有錯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順利人的角色 如果站在從中國一直到 在大陸時期到台灣 他確實是對台灣的影響 跟對整個這個近代史的影響 我覺得他是滿著著的 我覺得這次真的還是可以公開討論一下 我想我們一起 他真的很特殊 就是說又被軟禁又被怎麼樣 所以跟其他幾個日本總督 對台灣的貢獻 我覺得他那個思路是不太一樣的 那我只是這樣提出來是說 或許大家可以再考慮一下 那剛剛那個老師所提到的 在第三頁裡面 事實上有一句話已經寫了就是說 重整戰力鞏固復興基地 那這樣好像這話其實已經很清楚了 等於早就已經有了 所以我們現在還要幫我們上去 以上謝謝 好 謝謝 其他委員還沒有資料提供 我想剛剛兩位委員提了 就是說 除了孫立仁小姐之外 那麼這是不是就是說 如果我們暫時不影響修訂的理由 那但是在未來整體的這些 魔法彰顯的部分 或魔法局應該可以做一些相關的固執 可以做到 好吧 這個我們列入相關的一些內容紀錄裡面 去看看在哪裡可以放進去 我覺得應該都不影響到 我們這樣的一個修正的過程 好嗎 就是說過去的這些部分 那它只要是對台灣相關的貢獻 我們在未來火化的過程裡面 都可以讓後續的眾部 都能夠參與 都能夠學習到 好嗎 有這樣的方式 來做相關的一切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這個案子就照 原來剛才這個行為委員修正的 計劃加上防衛台灣的通過 那後續的作法 就是讓文化局來做的 好嗎 謝謝 可以的話我們就進行下一個案子 憲英案3 歷史建築中正橋 川端橋 修復再利用計畫案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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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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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